你一定听过她的名字或者看过她的电影 但提起她的处女作90%人都打不上来 她专注黑色幽默被人誉为暴力美学大师 而她就是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 当提起她的名字 脑海中立马能够想到的是日本黑帮 不错北野武的作品大多数都和黑道有所关系 她本人的样子也给人脾里脾气的感觉 也因为样貌 她也亲自参与演绎多种大哥形象 1997年拍摄的犯罪片《花火》 预计让她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石奖 以及蒙特里尔影展最佳导演奖 这是自1951年黑泽民的精绥片《罗生门》 1958年导演号的剧情片《无法松的一生》 相聚39年后 第三个荣获此荣誉的日本人 这部电影令她名声大噪 极深一流导演行列 同时也因此塑造了她黑道大哥的形象 后来拍摄的《西约飞道散步曲》 她也以大哥的形象出现 将《黑道》中的名正暗斗完美的呈现 不过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几部 而是盲人侠客做头饰 投染金发身穿牛仔裤 出刀快如闪电 刀光剑影下血液四散横飞 将现代舞的节奏感和误打动作完美结合在一起 当然她也拍过很多文艺电影 例如1999年的《橘四郎的夏天》 搞笑感人剧情 加上90让的配乐 令这部电影大方光彩 也被观众评为神作 她对电影要求很严格 所以基本很难找到她拍摄的烂片 不过有一部电影是北野五再也不想提及的 她本人都表示 拍完之后再也没有看过 也不会去看这部烂片 然而就是北野五都嫌弃的烂片 在豆瓣点评居然高达7.8 烂片都7.8 你让那些小鲜肉还怎么活 更震惊的是 这居然是北野五的处女作 人生如第一次作为导演的拍摄作品 果然大佬就是大佬 一出丑就是精品 这部电影名为凶棒的男人 作为第一次当导演 她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 很多剧情和镜头 她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以至于在她的内心留下很多遗憾 话虽然如此 但本片依旧可以看到北野五未来的风格 还有她那专属的黑色幽默 故事的主角名为我妻良界 他是一名警察 可却以暴力组成 经常玩着规则做事 让盛层领导很是头疼 这天晚上 一群不良少年欺负流浪汉 将其团团包围 殴打着昏迷 紧接着他们像没有发生任何事 回到各自家中 不一会儿的功夫 梁安介便撬开少年家的门 表明自己警察振问后 静置走进少年的卧室 二话不说 暴揍他一顿 让他第二天自首 在梁安介的心里 对付罪犯绝不能心慈手软 暴力是对他们最好的审判方式 他并称我行我素的做事风格 连新上任的局长开会 他都不以为然 全局人员都在听局长讲话 只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看着报纸 新局长早就听过他的打明 局里被投诉 写检讨的最多的人就是他 局长单独约谈他 警告他不要惹事生非 刚刚还点头答应 可刚刚出门 他便遇到来警局报案的小情侣 女人控诉男人 不愿对他负重的孩子负责 而男人也是一脸不屑的样子 对警官也是出言不逊 只见梁安介上前就是一拳 把他打倒在地 并叫他对母子负责 梁安介做事风格简单粗暴 臣们不太爱聊天 同时都把他当作怪人 和他关系很好的 只有名叫严城的警官 梁安介是多年的好友 关系非同一般 梁安介已然三十多岁 可惜还是个单身 他有一个妹妹 不过脑子有点问题 算得上是个弱智 梁安介要经常照顾妹妹的生活问题 因为智商题 他很容易被人欺骗 时不迟会带着男人回到自己家里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梁安介会出手教训他们 顺便也会从对方手上 威胁点钱财 做事有点混混的作风 却是一个刑警 最近距离来了名叫局尺的新人 他将会成为梁安介的新搭档 初来乍到 他貌似对梁安介很感兴趣 主动打招呼 主动端茶送水 还在下班后邀请喝点小酒 梁安介有个不好的习惯 爱好博彩 并且运气不怎么好 经常输钱 他还总是找同事借点 连办案打车钱都要同事支付 也怪不得大家都在远离他 最近当地发生一件大案子 毒贩和交易人发生矛盾 杀手将其一刀同死 命案惊动了警局上下所有人 梁安介被任命负责调查这起案子 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 已经找到有线索的嫌疑人 梁安介三个人要和其他部门协同合作 刚刚见面 他们便嘲讽梁安介带着菜鸟新人 本以为他们两个很厉害 可惜就是两个键盘侠 徐迟第一个上前抓捕 却被暴打了一顿 另外两个居然也被暴揍 三名警方人员竟然抓不到一个人 眼睁睁看着他从窗户逃走 另外一个警员拿着枪还被打晕 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唯独梁安介紧跟其后死追着不放 两个人相隔十几米 累得气喘吁吁 菊池则开着车不知所措 梁安介在后面累得要死 另外两个却悠闲得喝起冷饮来 这个画面看起来滑稽又搞笑 追了好远后 梁安介终于体力不支 停下了脚步 他选择坐上车亲自驾驶 朝着罪犯撞了过去 第一下并没有真的撞到他 罪犯起身后疯狂的砸车 这次彻底惹怒了梁安介 直接踩右边把他给撞到 接着就是拳打脚踢 在同事的阻拦下 他才停止了暴力行为 因为他的过货 局长让他写检讨 不过他对此早已习惯 好在这次行动 拷问处呼呼的销售人员 晚上他带着局势来到夜店 等待对方这样交易时 突然出现抓个现行 贩卖的人是个长发男 即便被抓 他就是嘴硬 声称和自己无关 但他遇到的可是两届同学 不交代就是一巴掌 一下接着一下 打到对方满脸都是血 长发男熬不住 说出了严惩的名字 说货物是他提供的 听到这个消息 梁安介一脸不敢相信 他无法想象 多年的好友和罪犯有所关联 严惩也得到讯息 找到梁安介详谈 作为警方 梁安介的心里十分矛盾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他们会面后 局长找到梁安介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严惩 可他却突然消失 到处找不到人 询问梁安介是否有什么情报 梁安介表示自己不清楚他的动向 他还专门跑到严惩的家里询问 他的妻子也是联系不到人 就在一筹莫展时 有人发现 严惩自杀挂在一座桥上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自杀的 只有梁安介否定 好友是不可能选择这种结果的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势必将幕后的人抓出来 他决定接着找到长发男了解情况 可是他也突然消失 被杀手找到推下了楼 再次制造了自杀假象 杀手效忠于一家企业公司 为首的老板名为恒田 表面上公司是做正当合法生意的 案例中和违禁物品有关联 杀手负责地下的黑色产业 严惩最为警方的眼线协助 交易人和严惩被杀 都是老板下令做的 至于长发男的死 是杀手擅作主张的 老板警告他 听命行事不要自以为是 在杀手走后 他交代二把手 找个人处理掉杀手 除掉后患 进二连三的嫌疑人被杀 这让梁安介越来越疑惑 最终他从嫌疑人口中 得到恒田的名字 不过在他刚厉害后 也遭人灭口 梁安介单独找到恒田 说一定会查出真相 把他扔进监狱 而恒田没有丝毫畏惧 还试图拉拢梁安介 但遭到他的果断拒绝 同时在聚会结束后 偷偷跟踪杀手 找到他的藏身之所 这个人不仅凶残 而且心里还变态 对付他这种彻头彻尾的坏人 梁安介把自己带来的违禁品 强行安在杀手的头上 用私藏违禁物品的罪名 将他拘捕 梁安介并没有带他到审讯时 而是带到了储物间 狠狠地暴打对方 报复杀害好友的仇恨 他故意在对方眼前 放了一把刀 自己装作分神 骑士背后早已准备好枪 只有等着他拿到的瞬间 开枪将其击毙 但对方看出他的意图 并没有上当 当局长知道他这么做 让他交枪走人 开除了他 失去工作的梁安介 貌似更加自由 重新找回到生活的乐趣 没事看看画展打个棒球 压压马路过得也挺好 但在一天晚上 杀手特意前来找他 试图用刀解决掉梁安介 凭借多年的职业生涯 他用手挡住了 眼看对方偷出枪 他立马逃走 侥幸逃物了追杀 活了下来 追杀梁安介也是杀手自作主张 他认为应该斩草除根 帮老板解决麻烦 和他行动不受管束 老板很是生气 把他给揍了一顿赶走 梁安介知道 杀手是不会放过他的 想要活下去 必须先发指人 他从地下渠道购买了枪械 打算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很不巧的是 他的妹妹被无意中发现 杀手的通伙将他带到废弃工厂 几个人把他给玷污了 由于他的脑子有问题 根本就没有反抗 对方毫无人性 强行给他注射了北京药品 使他沾染上毒瘾 梁安介首先找到杀手老板 没有多余的废话 见面就是几枪 直接在办公室将他射杀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 一旁的二把手 立马打电话通知杀手 梁安介已经前往他那里去 让他提前准备好似为之 得到消息 杀手掏出所有的家伙 要和梁安介决意死战 他警告自己的手下必须参战 否则会先解决掉他们 手下并不想参与争斗 为了活命 率先开枪击中杀手 但一瞬间后 他们便被反杀 大战还没有开始 内部陷入混乱 杀手身负重伤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静静得带梁安介的到来 此时他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眼睁睁看着梁姐靠近 开枪击中自己 但看到贩毒瘾的妹妹跑出来 梁姐意识到 妹妹以后无人照顾 索性一了百了 开枪送走了妹妹 拖着沉重的心情要离开时 从阴影中出现了一个人 一枪击中梁姐的脑袋 结束了她的生命 而她就是组织的二把手 不知不觉中 梁姐帮自己清理掉障碍 老板没了 二把手成为新的大哥 悄无声息捡到了大便宜 结局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菊池一概往日菜鸟形象 竖起了大背头 眼神凶恶 走路的步伐 像极了之前的梁姐 她来到新老板的办公室 说阎城不是杀手杀的 而是被她解决的 两个人相视一笑 菊池拿钱走人 其实这一切都是菊池计划好的 她想通过黑道捞些钱 但黑帮已经有了阎城这位内险 正好赶上黑帮内部出现混乱 她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除掉了阎城 把罪名栽赃给杀手 好友被害 梁姐势必要疯狂报复 杀手 老板 梁姐都成为殉葬品 以自己的命完成菊池的计划 当大家都死亡后 只剩下新的老板 二把手很感激菊池帮自己上位 以后两个人会合作 一起赚钱 争斗了半天 最终是给别人打工 电影也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作为被业务的处女作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其中很多情节已经展现出 她的黑色幽默风格 警察追逐罪犯 滑稽的跑步方式 配上搞笑的音乐 大攀附的长镜头 画面感趣味十足 意有为尽 本片总的来说 很多剧情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更多的是让观众去猜测 对白少描述的不够多 这也可能是《非业务》 原来提起的原因 不过在之后的发展中 她的才华逐步被释放 例如《集额飞道》三部曲中 更加具体的描写 黑白两道的明争暗斗 将每个角色演绎的富有特色 台词惊炼画面火爆 处处危机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 实则自己不过是 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 《非业务》的电影 只能说不准不堪 没有看过 真的是一大损失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时序更新 不见不散